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兩種美味一次滿足你 愛喝咖啡的你知道嗎 一杯好的咖啡就像音樂一樣 有高抽低音品的分別喔 今天我們就跟著查理和Ruby 一起來懂子懂子懂子 感受堅持的感動喔 大家好 我是Ruby 大家好 我是查理 查理 你今天約我出來 說會玩很好玩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 這超級無敵 屁股好玩的喔 屁股好玩 OK 我知道了 我們要玩的是籃球 不是 不是 那我們要玩的是足球 也不是 不是 你約應該出來的都不是 你要玩苦苦哀求 我的感情不是 不是啦 也不是苦苦哀求 這到底是什麼 好啦 給你一個提示 這個活動跟這個動作很像喔 Oh my God 查理 我一直都想玩這個 我不曉得台灣可以玩耶 你沒玩過嗎 我們今天要玩的就是鬥牛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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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也不是鬥牛啦 一定是我表演太難 讓你誤會 不會 我覺得你表演超好的 你的牛好生動喔 謝謝你喔 好啦 其實我今天要帶你去參加 這個活動其實是跟堅持的感動有關 堅持的感動 怎麼聽起來那麼抽象 先玩再說啦 好 所以就要拿出你的堅持跟感動 跟著我們一起 動吃… 一起出發吧 那我們要約哪一站 小巨蛋站 OK GO GO捷運 LET'S GO 查理 原來你剛剛比的這個動作 不是鬥牛 是 不過這真的滿有趣的耶 沒想到在這邊也可以泛舟 我告訴你來松山運動中心就是要來泛舟 不然要幹嘛 可是你剛剛不是說我們要體驗什麼堅持的感動 你的意思是要讓泛舟哥覺得感動嗎 我告訴你喔 泛舟哥本身不感動喔 感動的是滑獨木舟這件事情 可以讓我們體會 就是由外而內感受到堅持的感動 我現在是還沒辦法體會啦 但我從剛剛開始就一直看到有一個人在那邊 很堅持的等我們 可是滿感動的 那就是我們的教練 教練 教練 趕快做運動 好順啊 那我們等一下要直接開始了 好 好 直接開始了 那剛剛岸上的超強動作 你也跟我們體驗過 對 Rudy妳OK嗎 我OK 好啊 那等一下就把滑子前進後退 好 OK 趕快 教練 滑獨木舟很OK了 我跟妳脫離 滸妳好多 好…走…我們走 好 來喔… 運動的位置 運動的位置 好… 誰說滑獨木舟是年輕朋友的專利啊 只要你擁有一顆健康的心 不分男女老少都能參與喔 拿著獎把獎面朝向自己 拿在頭上 手周垂直撐90度 虎口向前 一手拉一手推向畫八一樣 就可以在水面上前進 如果想要後退啊 就往反方向畫八 你看 是不是很簡單啊 就讓我們來驗收一下 查理和Ruby的練習結果吧 1 2 1 2 這個可以… 1 好厲害 2 看起來兩個人似乎表現得不錯喔 這…好像話說得太早了 兩個人除了技術有待加強之外 默契可能也要砍掉重練了 你們到底想滑到哪去啊 把獨木舟當成碰碰車來玩了嗎 我們升岸了耶 我上次抽風了 幸好在教練的細心照顧之下 我們查理和Ruby兩個人的狀況 就像學會游泳的蛟龍一樣 終於慢慢可以在自己的世界裡 盡情漂泊了 感動耶 好厲害喔 正所謂萬事起頭難 但只要堅持下去 就天下無難事啦 好 我今天泛舟的心得就是 出外靠教練 你知道教練有多堅持得 想把我們搗回正途嗎 而且真的感謝教練讓我們 還脫著 教練可以給我們打個分數好不好 分數嗎 我覺得剛剛有70分了 這麼高 滿分是200 200 對 對 滿分200 教練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們要注意的就是 為什麼我們常常會偏來偏去 因為這艘船是兩個人在嗎 對 兩個人會有兩個的默契賽 就是沒有默契嗎 沒有默契而已 左邊 右邊的力量不一樣 如果兩個都一樣的話就可以了 我跟妳說 我給妳一個機會表現妳自己 因為妳一定會說是覺得我拖累妳嗎 不是…我常常練講 是Ruby拖累我的喔 沒有 我都會很輕鬆很輕鬆 我今天… 左邊好像都很大力 我就讓他來體驗真正的獨木舟 他獨自一人駕駛啊 這麼厲害啊 那誰要跟你一起度 教練跟你一起度 我要跟教練排行默契啊 沒問題 學會了怎麼滑獨木舟 但少不了一場趣味競賽囉 就讓我們用看電影吃爆米花的心情 來欣賞這場茶爐爭霸戰吧 竟然敢向我下陣點 比這個獨木舟啊 你以為妳會贏我嗎 拜託 你看看我後面有誰 教練耶 我現在躺著都贏妳好不好 教練 拜託 他平常就是吃太多了 先讓他多動一點好不好 要公平一下好不好 好啊 來啊 教練幫妳 沒關係啊 那我們看妳會不會贏啊 好 來囉 來囉 嗨啦 茶爐爭霸戰 比賽開始 這比賽才一開始 我們的選手查理就觸焦啦 這是查理口中不斷發出哀嚎聲 蘇翔用催眠的方式來掩蓋觸焦的尷尬 我們看到Ruby和教練卻如魚得水 輕輕鬆鬆就把查理 遠遠的拋到腦後 什麼查理選手掉獎了 幸虧他是個非常謹慎的人 出門在外都會自備傳獎 但是他的船似乎不太聽搭的話耶 這時候Ruby跟教練 已經通過折返點遙遙領先 要往終點前進了 但是查理選手 加油 救命… 請問了這一位選手 你幹嘛去別的賽道啊 到底現在跟誰比賽啊 不知不覺就演變成 查理跟自己內心的對抗了 讓我們回到正規比賽現場 Ruby跟教練團結合作 拿下冠軍 好 很不好意思 但是我們取得了 壓倒性的勝利 好啦 勝不交敗不奶 教練 你看他 他有多氣餒的樣子 我們還是救他一下 好 我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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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跑到另外一個跑道 我故意讓你們自己這樣 不要跑到哪裡 所以其實真的很好玩 是不是很高級的好玩 所以呢 我真的覺得 冠州運動 就是 滑度舞蹈運動真的就是 堅持不感動 你很堅持 我很感動 所以就是 就一樣這樣玩 好 雖然泛州比賽輸了 但是我雖敗猶榮 因為我讓Ruby開心到囉 勝利 各位大大們 一起來這邊開心開心吧 只要搭乘捷運松山信念線 到台北小巨蛋站 出口二出來 走向東化北路左轉直軸 看到運動場巴的路左轉 走不到一分鐘就到溜 接下來查理和Ruby 要帶大家用披薩壽司 來感受創意的堅持喔 只要達成捷運松山信念線 小巨蛋站出口二出來 過東化北路之後 進去50巷的巷口裡 學校的對面自助穿著旁邊 就看到這家創意料理店喔 怎麼樣 有沒有感受到 由外和內帶來的堅持感動 真的好感動好痠喔 不過我覺得 努力加上堅持一定會成功 你看我們一開始滑得那麼爛耶 但到最後兩個人同心協力的 一直現在到達終點 我覺得那個成就感超棒 是不是這就是堅持帶來的 附加價值喔 真的 有人動太多肚子餓了喔 你好意思講我 你剛剛那一聲響破雲霄耶 所以說肚子餓了 動完就是要吃才會變 懂吃… 懂吃… 你慢慢動嗎 我先去找東西吃 等一下… 送你 你什麼時候叫我披薩外送 真的很貼心 我真快餓死了啦 我先吃喔 好… 無查理 你這什麼意思 這不是披薩啊 你知道嗎 當披薩先生碰到Sushi小姐 愛出什麼樣的火花嗎 火花 我們再不吃東西 我就讓你腦袋開花 好…我繼續讓你吃 讓你感動一下堅持的感動 好不好 我們趕快進去… 趕快進去 白起司在新鮮料理和壽司椅上 啵啵作響 米飯和起司的香根本就是絕配 對 老闆志龍因為大學時聽了一堂 創意邏輯與思考的課 以居酒屋老媽的日本料理學習 當作基礎 開創出屬於自己的創意Pizza壽司 堅持選用台灣在地食材 選用台東吃上九號米 不餐粘米 不計較成本 就是希望推廣平價又與眾不同的 創意美食 我們趕快來吃看看吧 原來這就是你剛剛說 創意的火花Sushi Pizza 沒錯 接下來我們用創意來感受一下 堅持的感動喔 怎麼說 好不好 光是第一個到 創意No.1料理 Pizza壽司喔 Pizza Sushi 來吃吃看 這是雙拼 這道雙拼照燒雞肉和夏威夷 披薩Pizza壽司 光是看到上面鋪的料 和聞壽司的米香 就覺得好感動 好堅持喔 我拿起來以後才看到 海苔 原來海苔藏在背面耶 所以它不是大阪燒喔 它真的是Sushi 有海苔 照燒雞腿Pizza壽司 除了可以吃到香脆的海苔 與淋上美乃滋的 新鮮柴魚壽司米之外 濃郁的白起司 和圖滿燉煮超過八小時的 雞骨照燒醬 讓人彷彿置身天堂 這也太入味了吧 我跟你說 這一定是什麼祖傳的蜜醬 它太厲害了 怎麼那麼好吃啊 雙拼的另一個驚喜 是夏威夷蝦Pizza壽司 裡面有新鮮酸甜的鳳梨 配上汆燙的白蝦與醇香火腿 有一種讓人置身在 Hawaii度假一樣的甜美喔 真的很有趣 它完全就像是夏威夷Pizza 變成了Sushi的感覺 搭配套餐還可以吃到 老闆自製獨特的 麻油與辣油和風醬 同時還可以吃到 新鮮玉米的濃厚玉米濃湯 與解渴潤喉真材實料的洛神花茶 這樣的搭配根本就是讓我們的嘴巴 堅持不斷地把所有的美味 統統都吃進肚子裡嘛 你有看過這麼大朵 就像我們在中藥材 中藥行裡面看到的洛神花嗎 什麼一大朵耶 這是洛神花 我那以為是章魚在裡面而已 沒有 平常我們喝的不都是 小小碎碎的洛神花渣嗎 真的嗎 我們趕快喝一下… 哇 到底有沒有這麼不惜成本啊 真的可以吃到 這麼大朵的洛神花喔 用冰糖熬煮的茶 就像是從滑水到 沖進你的喉嚨一樣 這麼的順暢清涼喔 更厲害 四拼 四拼 有哪 四拼 德式香腸 然後還有和風牛肉 泡菜燒肉 然後還有這個是龍蝦蔬果 所以它現在是一個 繁衍的概念就對了 剛剛是吃完雙拼 然後再吃四拼 對… 這對於有口感 選擇障礙的人來說非常棒 因為我就是那種 常常什麼都想吃 可是又都 你知道叫來又吃不下 對… 然後現在這樣子四拼 你就口味都來了 四拼Pizza壽司 帶來更多創意堅持的感動 德式香腸和風牛肉 泡菜燒肉龍蝦蔬果的組合 非常適合朋友們聚會一起分享 等一下 1 2 3 4 5 6 7 8 現在是八拼的意思嗎 沒錯 隱藏版八拼的驚喜 一次吃到八種口味 這人生也太圓滿了吧 沒錯 但是我剛剛看菜單上面 明明就只有七種口味 真的嗎 那當然了 因為這是隱藏版的嘛 它其中有一個第八種口味 是菜單上沒有的 OK 而且它是素的 而且它是日式胡麻這樣做的 日式胡麻醬 再來看是哪一個 胡麻醬 哪一個是你沒吃過的 就它 它長得很特別 那…我來吃好不好 好啊 你吃看看 真的時機的時刻來臨 好吃 怎麼樣 變成胡麻醬了 我要講 我發現日式胡麻醬的口感 跟一般的那種 各種的醬的口感是不一樣 因為它剛好是蔬菜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就配得到恰到好處呢 看查理的表情 就知道他完全不敢相信 簡單的胡麻醬做出的素壽司 竟然能不輸給其他配料的荷壽司 隱藏版的八拼壽司 不是每個人都吃得到喔 只有在生日等特定假日 老闆才會送給你這個 特別的生日禮物喔 再來是 烤過酥脆的鮭魚松 與真材實料的烤鮭魚 再加上充滿意式白醬的 新鮮玉米生菜 統統都包覆在新鮮池上 九號米裡再拿去烤 根本就是美味破表嘛 經過討論 我們一致決定 本店最推 有喝過質感像音樂一樣 多頻率的好咖啡嗎 讓我們一起去聞咖啡香 只要搭乘捷運松山溪夜線 到小巨蛋出口舞 左轉進入健康路 走到一分鐘之後 就會看到一個熊頭LOGO的 美式咖啡店喔 你好… 你是這邊的員工是不是 很辛苦耶 一大早就在這邊做工了 在挑咖啡豆熱 老闆這樣對你好嗎 是 我老闆 我是老闆 你是… 老闆真是很厲害 一大早就精神抖手 在這邊自己用咖啡豆 難怪這家店位好 人家青年才具 你剛剛說那是什麼 對…所以老闆怎麼稱呼 叫我開開就好 開開是不是 開開想請問一下 你現在用咖啡豆 是 我在烘焙咖啡 這個是已經烘焙好的咖啡嗎 沒有 這個還是生豆的狀態 生豆狀態 要經過一個烘焙過程 它才會變成咖啡豆下來的顏色 原來要做一杯好喝的咖啡 得先把不好有瑕疵的咖啡豆 一顆一顆細心挑出來 從咖啡豆進入烘焙機之後呢 你就必須像照顧自己的孩子一樣 一直到看著他長大成人 一分一秒觀察他顏色的變化 和溫度的提升 烘焙一次就要六到八小時喔 所以烘焙出好喝的咖啡 就像認真寫一個孩子的成長日記 一樣重要 請問一下開開 新國國小 有知道他的客桌椅在這裡嗎 對啊 新國國小 對啊 為什麼會拿國小的椅子在店內 基本上因為我為了開家店 其實很常去到處撿東西 所以我都說我去撿破爛 自己撿破爛 主業是撿破爛 沒有 主業是做咖啡 興趣撿破爛 撿破爛 撿到開家店 這也太厲害了吧 撿出一個未來的 老闆開開把自己比喻成 有阿拉斯加棕熊撿垃圾桶的精神 專門在世界各地旅行 把他覺得有歷史溫度的寶物 撿回來收藏 像是店內的窗框櫃 也是從台南安平眷村撿的 各地只要具有紀念性的車牌 和牌子他也不放過 同時開開也是黑白相機收藏達人 店內擺設的二十幾台 還只是他收藏的冰山一角喔 有 有沒有感受到這裡的音樂的魅力 有啊 I'm grooving 是不是 你看馬上醒來了 而且很酷的是喔 你看 你現在靠的這個 這不是桌子喔 這 什麼意思 這不是桌子 它是一扇門 所以你說這個也是開開去 撿破爛撿回來的門 然後再賦予他新生命 而且你看這個抽面子的地方 你知道它什麼做的嗎 它是用信箱做成的 你看下面就知道 它是信箱做成的 你說它原本是門的時候 對 太酷了 很酷 很有創意對不對 對啊 真的是一種品味的堅持 有趣耶 好 已經看完視覺的品味堅持 現在來品嘗一下 食物的品味堅持 太好了 好不好 我們先來第一個 單純的堅持 黑咖啡… 一杯好喝的咖啡 像一首動聽的音樂 高 中 低頻 就如酸 甜 苦一樣的層次分明喔 其實真的有一開始的酸味耶 我以前喝都感受不到這種酸的感覺 一喝下去就好苦 然後就放下了 那妳有喝到它說的第二個 好像第二個味道是中頻 是甜甜的 其實我感受到第二個味道 是我覺得有點點苦 是苦的 對 可是我現在覺得回甘了 我現在覺得整個口腔裡面好甜喔 像變魔術一樣 一小杯冰塊來調和熱咖啡 又是另一種新口感的享受喔 變成冰咖啡了 來 再喝喝看 好 這樣真的很棒耶 其實一杯咖啡就有兩種滋味了 喝喝看 感覺變什麼樣子 我覺得它變順口了 真的 你喝喝看 來 我來喝喝看 其實我本身其實滿怕苦的 但是好像 因為冰的關係 讓苦的韻味就變比較少一點 比較滑 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其實這樣喝 其實就兩個那種口感對不對 有些人就直接點冰 就少了熱 就少掉這個了 可惜了 開開形容黑咖啡 有如美麗的素顏女孩 而花式咖啡 就像是化了妝的少女 更加美麗動人 像這杯焦糖馬其朵 濃密的奶泡 與甜滋滋的焦糖 覆蓋在層次分明的咖啡上 顯得更加香醇 怎樣 我跟你講 是很好喝 什麼叫 很甜 很甜 因為我可能上面的焦糖 吃太多了 但是我覺得它跟咖啡 中和在一起以後 它的韻味真的很飽 所以讓不敢喝咖啡的 妳是不是又變得更敢 不敢喝咖啡的就會愛上它 店內的另一個招牌亮點 就是好吃不彈牙 外脆內軟的純手工Bagol 和充滿各種生活態度的 多口味自製Bagol Cream Cheese醬 每次都會不定期推出新的Bagol醬 這好像一鍋義大利蔬菜湯 熬煮了一天一夜以後 完全的濃縮在一起 所以它的口感是鹹的 它的口感是鹹的 然後就像義式蔬菜濃湯一樣 沒錯 這一個就是義式番茄 很有趣耶 除了有起司嚼勁 和濃郁口感的義式番茄外 入口即化 又充滿創造力的巧克力Oreo 還有結合伯爵茶和煉乳香的 伯爵奶茶醬 和一入口是芥末香 吃完感受到蜂蜜甜味的 蜂蜜芥末 都是大家不能錯過的好口味喔 來這裡享受一個舒適的下午茶 感覺人生又變得更正面了 經過討論 我們一致決定 本店最推 吃到咖啡香囉 這個隱藏版的週年慶活動 很酷喔 對啊 每年6月到8月 這邊的特定活動 免費幫你寄喔 對啊 不管你寫到北極 給聖誕老公公店家也幫你寄喔 好 我們趕快投… 以後 所以我說Ruby 今天要帶妳來感受這個 堅持之旅有沒有什麼收穫 有啊 從今天早上開始 你看我們的獨木舟之旅 體力的堅持 沒錯 然後剛剛的米飯壽司 那是創意的堅持 對 還有現在我在這個空間裡面 享受到品味的堅持 品味的堅持 請問跟妳現在本人這個動作 所以就是要問妳 所以下次再找妳出來約會 會不會再出來 下次再告訴你囉 好…沒關係 現在是我帶妳去更厲害的地方 去動吃… 那我們下次見囉 好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